当播NBA篮球快讯 星期六早早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届时由独行俠客场挑战穆朗 两队近方形成鲜明对比 穆朗连续两仗遭遇输球打击 球队状态难言理想 二独行俠就接连斩获胜绩 近期表现更胜一筹 更何况球队之前两次和穆朗交锋都雷波 球员心理占得优势的独行俠这次劍指三连胜 另外因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无可否认比对上个赛季 穆朗今季的表现确实进步明显 在强队余云的西岸 球队目前以42胜32负的战绩排在分岸第七位 现在穆朗的目标相当明确 就是冲击他们时格多年未曾进入过的季后赛 球队本赛季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阵中三叉击的挖起是关键因素 作为为球队保驾护航的核心之一卡尔唐斯 他军场能够交出24.6分 10个蓝板外加1.2次封了的数据 表现相当出色 除此之外外外线还有2 罗素和安东尼·爱华士 两位具备不错个人能力的球员分担得分压力 这样一个双状元加榜眼的组合杀伤力 确实不容小触 但同时需要留意的是 穆朗的短板都是过于依赖这三位球员的发挥 一旦他们状态不好 球队就经常处于被动 而且球队打硬仗的能力欠佳 近两场比赛 穆朗先后面对独行俠和太阳都吞下败果 接连失利都导致了球队士气受挫 而且根据官方消息说 卡尔唐斯由前被遭遇挫伤 这次上阵承移 即使大伤上场都难以保证能够发挥出正常水准 中上所述 同西岸前六占行占远的穆朗 这次将面临一场恶斗 阵容方面 前锋直顿麦丹尼斯 同后卫麦坚利胡礼因相缺阵 另一边相 对比穆朗 独行合本赛季整体表现无疑要更胜一筹 球队当下斩获45胜28负的战绩站居西岸第五 只要他们在接下来的赛程里面稳扎稳打 直接进级季后赛问题不大 而其中最大倚仗莫过于球队座勇劳卡当石这位天之嬌子 年近23岁的他组就在联盟中站稳脚步 军场斩获28分 9.3个蓝板同白 5次助攻 1人包了球队的军场得分 蓝板 助攻同埋偷球之序的称号 年纪轻轻的劳卡当石 巨星潜质显露无疑 除此之外 颠韦迪的加盟都是为独行合带来了不少的提升 上场在劳卡当石决阵的情况下 颠韦迪挺身而出 个人拿了26分 4个蓝板同6次助攻的数据率队斩获胜值 近期颠韦迪无论是正选披挂益或是后备出战 都能够交出令人满意的搭卷 他可以说跟球队体系无逢连接 球员状态不错 这次又是面对手下败章 所以近方更胜一筹的独行合理应提高一线 阵容方面 前锋大卫贝坦斯和后卫斌臣等人 因伤无缘披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